法无定性 为一切诸法 既为心性从缘而起 无定性也 所谓小非定小 于一微尘能喊太许 大非定大 能为无数若矛端中 精运 尖刚为山素无量 谢能安置一矛端是也 他这个后头最后结论还有一句 故彼此必有可圆荣之理 祖师大德 跟我们说的都是原理原则 他能够应用在一切法 就是法没有定性 一切诸法 为什么没有定性 心性是变 心是自信 自信 能生 能心 他不会变 变是什么呢 变是语言 语言 回变 千差万别 语言 就是现代科学家 跟我们所讲的 意念 这个意念千变万化了 前一个念头灭了 后个念头就去了 可能前一个念头是善 后一个念头是窝 不定啊 如果都是窝的念头 在个人身上来讲呢 会有烦恼 会有疾病 他这个身体 能心 能生 能心 是自信 这个一点都没错 他的体是自信 可是现象呢 是实 试法界 一真装颜 是 唯一实所变 如果 装霸实 成四智 那个世界 就是一真法界 那不是试法界 我们常讲的 诸佛如来的 实报 装颜图 释迦摩尼佛 为我们介绍 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没有变化 人 无量寿 虽然无量寿 寿命很长 他不老 没有老化 为什么呢 他没变 随树木花草 都是四季长春 他也没有变 是那么样一个世界 为什么呢 他没有忘念 不但是分别执着没有 连起心动念都没有 啊 那个世界是凭什么 献出来的 他有起心动念的 吸气 啊 真的 起心动念都没有了 啊 是这么一个世界 啊 我们 不能不明了啊 啊 这大乘经典上 告诉我们 四世真相啊 啊 社法界里面的 佛法界 都有变化 啊 为什么呢 他还是用的 往性 他不是用的真性 啊 阿赖也是往性 啊 那我们简单 用最粗浅的话来讲 大家好 懂 啊 第八阿赖也是 他的 特长 是记忆 啊 我们学了东西会记得 就在阿赖也 所以阿赖也像我们仓库一样 这储藏库 啊 无时界以来 生生世世 学习的东西 都出生在那里 那是资料室 啊 所以西方这个催眠书 用催眠的方法 把阿赖也是所含藏的 那个过去的 都把你提出来 是这么一个道理 啊 如果没有储藏的话 过去身中事情 你怎么会知道 啊 他是一个储藏室 啊 那么第七时呢 莫娜时 是植主 啊 第六一时 是分别 啊 这个前五时 言而鼻舌身 啊 那是什么 传递信息 内外交通 啊 把外面的传到里面 里面传达到外面 他是管这个的 啊 他做不了主的 啊 只是传达而已 啊 我用这个方法讲 大家好 懂 啊 那么真正做主的是谁呢 做主力量最大的 就第六一时 啊 他非常善变 啊 第七时 也很固执 啊 真正当家做主 是这两个 啊 那念头变得快 啊 所以真正这个地方 跟我们讲啊 没有定性啊 小非定小 啊 你看 一微尘里面 能包含太虚空 啊 大也不是定大 啊 能为大了 能为是能为山 就是 是这个宇宙 我们今天讲的宇宙啊 我们星系啊 啊 用能为是 形容星系是好 你看星系都是转的 啊 太阳照着 为了银河系转 啊 这个地球这些行星 绕着太阳转 都是能 这个能为 就是这个意思 啊 所有太空当中 运动的这些 这些星球的时候 他都是在绕 绕一个核心的转 啊 小海星绕大核心 大核心绕更大的核心 啊 这大了 这大怎么样呢 可以放在毛端里头 涵毛 涵毛端里头 啊 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引申出来 我们讲 然进 套这个话说 然非定然 静非定进 善非定善 我非定我 啊 你明白这个道理 这一点我们就通了 我 有关 你能担心 我 这 我 我 我 到底